查识比亚明言录.htmlhttp colon slash slash mengzion.zizdic.com slash mengren slash n equals percent t a percent a b percent a b percent t five percent a three percent a percent t six percent a f percent ninety four percent t four percent b a percent 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查识比亚天逊是最高的科技功夫。查识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通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查识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恋人的外耳朵听得出最为细的声音。任何鬼祟的尖眸都逃不过它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带颗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旧神显得迟钝。 查识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恋。 查识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恋不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凭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查识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查识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查识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 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查识比亚志向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查识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 因查识比亚出门看天气。 查识别晃草幅晴wnieżrasci biti multiproshen now, 查识比亚春光不自流。 穷说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勇敢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其是明人的态度一面无谓的横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劳。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他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艘心下水的船只羊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摸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似一吸灵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写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 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沙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沙士比亚凭着日规上前思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沙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洁。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 生命是时间的弄。 然沙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金泥。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鱼。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啄水。 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错饮一口。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幻职。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窃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瓶了。 沙士比亚不要误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 他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赢。 同养品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沙士比亚最热烈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宁愿做一朵一下的月花。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 与其逢迎欠美, 透去别人的欢欣, 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她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沙士比亚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云额斗。 不得安生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沙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 沙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沙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在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富贵不然和有意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同有尊爱分明的真假。 沙士比亚,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沙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以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沙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好话。 沙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彷徨,也只是坟上楼阁。 沙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网,就沙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贤的门帝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沙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沙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 沙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 现在,沙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浮浅的早事。 沙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沙士比亚情欲犹如叛魄, 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那烈魄会把心儿烧交沙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沙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沙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沙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沙士比亚让我只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 奉行自己的教训。 就没那么简单了。 沙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行。 沙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帝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合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沙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到西,就会犹豫不定,犯罚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起怜。 寸不难移。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想你。 沙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沙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首先要自己成性。 沙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潘龙赴奉之徒,本夜跟在他后面匍匍批评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沙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见得逃避价值。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沙士比亚,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尽贴不明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如果要杀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行的。 他必须窥似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似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沙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沙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授权利派,不能再问良心。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让时髦不时髦。 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沙士比亚只需一阵裂风就能把乌云吹散,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暴。 沙士比亚失去了成性。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沙士比亚爱情是叹齐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脱。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更厚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腻糖。 沙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 时早要制作成型。 沙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 其实,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人的一声是短的。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声, 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 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 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沙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 忍受才是勇敢。 沙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沙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铁座。 多么高贵的灵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沙士比亚。 漂亮的铲发给俊俏的脸。 但平天光彩。 沙士比亚知道再找不到对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沙士比亚人生苦短。 若虚度年华。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沙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突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突顶的徒子徒孙。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殷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迫。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 越显得浮云的浑浊。 如果沙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 它还是照样方向。 沙士比亚书集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沙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 可以感化人心向闪。 也可以救人走上堕落之路。 沙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 并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 来沙士比亚读药有时也能治。 并沙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 是每一个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沙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 就如同假装士兵的沙士比亚生命的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 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 却伸开了两地。 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 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沙士比亚不应当集于求成。 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 时间会成全一切。 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 沙士比亚大海有改善。 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沙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 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沙士比亚书提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她冷却。 沙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得已。 沙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蜂蜜。 蜂蜜上面在白糖。 沙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沙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氧。 平驼虽小鸭千金。 沙士比亚有德的妇人。 即使容貌丑陋, 也是家庭的装饰。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演戚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沙士比亚竟由爱走,还是爱竹竟天。 沙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炼中生长的沙士比亚。 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 让它任意着。 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沙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理。 沙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拜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摔落。 如果沙士比亚生命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它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圆缺。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沙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人。 沙士比亚人是天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浮明,牺牲自己的良心。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猴来一样。 不依粗福。 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沙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话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沙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伪的行事就该一律并弃。 沙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不是她更快乐的事了。 沙士比亚开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贤墨尽来。 沙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鹅脚。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力直。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凰落架不如击沙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心。 沙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她。 沙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沙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 且她来做旁塞沙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沙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沙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灵物。 纵是可许的沙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敢去。 沙士比亚行为无价宝,甚为护身术。 沙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敢去。 沙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梯子。 她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沙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即可。 人往往不支退而求其次。 沙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沙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事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沙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 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袭灭法,袭灭法, 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沙士比亚, 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 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 沙士比亚, 虽然全是一头不直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好久, 无需招牌。 沙士比亚, 有很多良友, 剩余有很多财富。 沙士比亚, 无数人世的变化, 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沙士比亚, 为的之前是请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沙士比亚, 爱情的野心是人, 被受痛苦。 沙士比亚, 九十上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近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去向了。 沙士比亚, 不管抛贴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席上存的时候, 努力博取我们的声誉, 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沙士比亚, 不良的习惯, 会随时阻碍你, 走向成明魄力和享乐的路上去。 沙士比亚, 傻瓜的石顿是才子的磨刀石。 沙士比亚, 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 全身都会觉得难受沙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 不在于地位的幼无。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 有了它, 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沙士比亚于人的蠢事, 算不得稀奇, 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 因为它用全副的本领, 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沙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比喜欢阳光。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 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嫉妒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 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沙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沙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她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牺牲在自己的憨欲之下。 沙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沙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差异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间谣言是智慧的灵魂。 中藏是浮浅的早是沙士比亚为诗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诗策更明显沙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 会昏掉一切的羞耻心, 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而,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 沙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视同仁的。 沙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沙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当事,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雕,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 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沙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灵。 然而, 生为沙士比亚。 老实说, 必须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头上拼命, 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沙士比亚, 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羞才艺能。 当然, 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把他能发展出去以后所活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依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沙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 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沙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沙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沙士比亚两个人起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透念沙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沙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沙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 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忧郁? 多少食言? 沙士比亚你写诗句。 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 他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锁碎的玩具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笔片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的她的情。 你用诡计。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沙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重了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她们以后,方式认识她们的真假。 我们都无比的增贤。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在在她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沙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藏送沙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 如果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活剧,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平上不能推其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移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沙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沙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沙士比亚俗皮话就像炼剑用的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起义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 像为熟些果子秘步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调。 沙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沙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沙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应得的死亡或破均。 沙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沙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宁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 沙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沙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因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勾为物以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虚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必又远。 春奈又寂。 有容。 得乃大沙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栖息在只猴破地面上。 沙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预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世。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浅槽。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力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救的好。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 永雀强若至于贤不笑。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无用的都被劝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沙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沙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单却。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政治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 能够不受诱惑呢?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千言蹉跎。 来日无多。 二十立书。 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 青春一波。 沙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沙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明艳以名。 英国培根。 沙士比亚。 艳语。 哥德。 欧洲。 巴尔扎克。 高尔基。 毛泽东。 鲁迅。 余博。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 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维。 维吾尔族。 爱莫生。 苏霍穆。 林斯基。 霍夫。 勒烈。 尼西塞。 罗鲁梭。 美国。 德国。 爱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 契克。 俄俄罗斯。 蒙古。 俗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烈。 佛佛。 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 具分类人生。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 得。 自然。 更多。 http. T.R.E.A.S.R.U.A.S. of DAO. 三 薄星法主讲者 五 精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第二章 蛇魔士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 何谓三 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 为什么赢保药力 愿 Chapter 5 Why should I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DAO? 第五章 为什么药力求到 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 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D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D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d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让我衷心地恭喜你们 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们得了道,道是至宝,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古圣仙前前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 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现而永存 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及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 在古时,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绝,离开家人。 入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土境,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经历了千轻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星修炼成佛星,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派先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欺少。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秘传给下一代祖师。 今天我们必须不去的游泳沟。 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游泳。 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游泳。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遇到我们的游泳?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ve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末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事? 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 末节就要来到。 末节将会毁灭全人类。 末节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 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新灵的完善。 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学是高于一切 科学是万能 科学能写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 灵性竟是宗教之名词 它永不能实现 人们不认识真理 真理是我们之良心 道心 真我本体 它不不灭 万不长存 它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功 如今世上的众生 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 他们造一切之罪恶 因此造成了空前觉后之浩劫 我们称它为末节 在此浩劫中 不仅全世界的众生 同时起天的大天 地府的鬼魂都要受贴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ill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an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of the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此我们灵性的至高 无上之母亲上帝 是非常的慈悲 一不忍善恶剧本 因此将下真道禀派名师 既恭佛佛余悦会胡萨将士 挽救三朝气天之大天 世界的众生 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们师尊师母 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 真传真寿 孤渡三朝 他们的责任是半笔末后 一收元大士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至人心 直至人人 不有之良心 灵性是人们见自信 永远成佛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节灵头时 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 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难性 古人是先修后的 先修到然后才得到 现在我们是天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 我们要真正修到 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及 末节灵 难超生料死 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 然而亦是各凭各知 根基缘分 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 前世有行善基德 祖先有德 也许前世有修过五大宗教 或其他宗教 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 否则 将永不能得道 chapter two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是道 各位今天已经得到 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是道 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 道是宇宙之本人 创造者地及主宰者 道上帝 道至尊至贵之神 当天地还未生之前 一切都未有之前 道以前存在的 当天地毁灭后 道不毁灭 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 天地人万物生成了 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奥妙 道无情无相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不可救不可据摸 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 以不可言说 一切皆是道所为 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 道是无为而为的 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 人们常称他为自然 假若无道 任何遗物不能存在 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 道上帝 我们之灵品是上帝所四 我们是上帝之儿女 上帝是我们之天 when we speakumbel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當我們從祂作為宇宙之本人而言,稱祂為道。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們稱祂為道。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 當祂在我們體內,使我們生存病之配肉體時,我們稱祂為靈性或良性,因為祂賦予我們本性。我們稱祂為老,這些名稱雖異而其異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現在,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現在,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現在,你能夠解釋自己的主宰而言。現在,你能夠解釋自己的主宰而言。 現在,你能夠解釋自己的主宰而言。 在祂作為一個人的真我。今天,你們以的名詩之典,開了心跳。現在,你認識了肉體並非真正的你。而靈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無情無相的。然而在支配你的身體的靈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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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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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赋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他,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 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时,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 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你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珍我。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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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3.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3.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3.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3. 第三章 何谓三宝 今天 你们所得之志宝 可称为三宝 一玄关 二口诀 三合同 一地一宝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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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 尿墨 朔之 门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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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能初步游铺? 和墨游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 此事辟语,已成佛事不义之事, 因为明诗难访,大道还未普传。 然而,明诗经已指电明明露。 你一步登天。四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alle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alle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b the ears,c. The mouth,g the nose,e the navel,f.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pig,cow,sheep,etc. B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such as a fish,a lobster,etc. D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such as a fly,a moth,a bee,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Four 正門玄關是正門 它正好位於當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在上也不在下。 當靈性投入身體後,自門關閉了。 假如我們不欲明失止開玄關,靈中時我們的靈性將無正門刻出離身體。 它只能由其他旁門出去,掩耳口必渡其頂門。 如果靈性走旁門,亦由耳而出,者,來生當為胎生之動物如馬豬牛羊之類。 二由眼而出,者,來生當為卵生之動物如飛鳥之類。 三由口而出,者,來生當為獅生之動物如魚蝦之類。 四由肚子而出,者,來生當為卵生之動物如蒼蝦蝦之類。 五由肚蝦而出,者,來生當為平庸之人。 六由頂門而出,者,來生當為富貴之人。 上述之路能生死輪迴之路。 不能拖出生死之苦。 便傳詩點開玄關正門。 這是通天之路。 我們不必再走四門。 不必再墜入輪迴受苦。 但是我們必須要真修。 否則,全關最開。 我們的靈性仍不能返天。 因我們還是充滿罪惡。 靈性為罪惡所是不能自由從正門而出的。 。 五點。 in the Bible Matthew 14 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vow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 a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 a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 a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 F prophecy 5 圣经上帝在约翰对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掉明你们已悔改 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请起义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那斩佛灯代表上帝老 在典道之仪式中你们已见到典传师以相助从佛灯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 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第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跳 照破了黑暗 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 Sakh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六点 世家谋谋弥佛云无有正法愿藏此语暗是玄关之彼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第2宝口诀 清经或五字真经 你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 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 你才用此宝 将真经默念口中 守抱和同 你将科被天佛救护 脱离危险 不过 要注意此 寇觉尽能于性命为及之十方可运用 假若我们真诚修道 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地有 2点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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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尽能于性命为之十方可运用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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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达住真经 真无 点 心经 心法 真空 也 真我本性也 3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以心传心口传心手,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四者老的分灵之心也。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4.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4. Matthew 19 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folded the people. 5.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6.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6.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7.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A. If that is what forms друг Found that weak to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to follow us, the children of God and嗨. 3.第三. 抱和同意便合同之意合是合成極体同事相同。 同事相同 一边和同 shoes和同预恥预形同��로 ウオ文以徒 прев根人 我們首抱和同表示我們要與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 表示我们以归根人。 我们手抱和同, 表示我们要与老和成一体, 同老一样, 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和同, 同同和, 抱起和同, 能避言罗, 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 右手属恶居那边, 子嗨相掐怀中抱, 能脱酒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 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 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 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 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 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 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暴子海诀, 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 为什么银保药利愿在典师还未传道给你之前? 有两个人做你的银保师天理愿 银保你求道。 否则电传师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 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 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 他们并非狂轰你的钱财 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 引善书 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第五章 为什么要立求 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 必须先礼愿 要白他将成心道道 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D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 如何救度众生 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 你已被人救度 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地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 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 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 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 假若他真羞 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抄达九玄七祖 你的功德合其大雅? 你应该是太幸运了